歡迎大家今天晚上來到哲學星期五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嘉瑜 我剛剛已經介紹過的時候 我就不再多佔用時間了 我就辦事 舞台交給莉亞 晚安 後面兩位是我們台北專門負責處理申訴的 我會講一些案子 然後後面開放給大家提問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加進來 因為我們處理的案子都不太一樣 剛剛聽到有郭敏老師 你從高雄我從屏東來 那我本身是屏東土生土長的人 那我小孩也在屏東就學 所以處理申訴案就很容易處理到認識的人 包括我小孩的學校老師 我們鄰居校長 所以那個掙扎 常常是會讓人家睡覺在那邊輾轉難免 那郭敏老師讓我印象很深是 我們因為從嘉義以南到花東 幾乎都是屬南部辦公室 就是我們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為什麼人本知道那麼多學校的事情 曾經有人說我們是不是跟情治單位有掛鼓這樣 沒那麼偉大 我們跟路人夾以餅都一樣 我們沒有任何公權力 可是有很多的案子 其實是自己學校的老師 甚至主任、校長 他看不過去來找我們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老師或主任或校長 讓我覺得對教育還有信心 那我先講一個笑話 就是因為我們惡名昭章嘛 都被叫邪惡團體這樣 有一次有一個校長開會的時候 你不是在台東嗎 還是在巴黎啊 還是在巴黎啊 我只有的 我只有的 你跟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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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校長 對啊 我可能會忘記我要講什麼 看到他太興奮了 歸國學人 我說得對 我有一次開會 遇到一個校長 他就說 我跟你說 我其實先用了你們人本的名字 處理事情 我說什麼事 因為他們學校有一個老師兩年 因為通常是兩年借聘 時間到了 因為有問題就釋出 所以這個老師已經到兩年兩年 到第三個學校了 那校長覺得這老師很有問題 尋堂的時候 甚至 插問這個老師的講話都聽不到 然後就給他錄影 錄影之後 他再看一次 他覺得真的很嚴重 就找他的爸爸媽媽來 因為那個老師還會在班級的後面垃圾桶尿尿 那第二個學校的校長 是請他的太太 來幫他代理上課 那校長說用我們的名字是跟他爸爸媽媽說 我覺得你兒子很嚴重 你要不要先帶他去看醫生 那我處理的話是資錢還有錢 因為人本已經知道了 在追這件事情 他們處理的話 你兒子是連資錢費都沒有 所以就趕快帶去看 看了就當場被搜案 就是精神科醫師覺得這個人很嚴重 就沒有讓他回家了 直接住院 那這件事 校長就說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是他覺得用我們會比較有用 他事後才跟我們講 我說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已經黑到發亮了 那有一次是跨區去高雄處理一個 老師性侵學生的 我們本來以為是一個老師 結果發現我們只要拉一次布條 上了新聞媒體 後面就會一大堆受害學生出來 包括已經畢業的 甚至已經三十幾歲的 你知道已經三十幾歲結婚的 因為老師有他的裸照 所以老師打電話找他 他不趕不出來 他擔心被他先生指導 那這個是在高雄縣 現在都是高雄市了 某一區 結果我們拉一次布條之後 馬上有大學的學生來找我們 說他是這個學校的 他也是受害者 可是不是我們控訴的那個老師 後來這個學校竟然有五個老師 性侵學生 那因為我們沒有任何公權力啊 所以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我處理校園性侵害十六年 沒有一個老師因此被解聘 那我們人本處理二十幾年來的 校園性侵案 從幼稚園到研究所 沒有一個是粗犯 可是我個人的十五十六年經驗 處理裡面 沒有一個是被解聘 為什麼 因為全力在學校教評會 他會讓他留下來 你不能怎麼樣 所以搞到最後我們只要去拉布條 然後在高雄拉布條 剛好遇到我的公民老師 這邊有公民老師 他還認得我 我在猜他認得我 因為我以前的長將跟現在不太一樣 歷盡婚姻的蒼山 我不知道我們老師怎麼認得 可能是因為有時候開記者會 他有名字 他可能覺得這個名字很熟 去查資料吧 現在FB很容易查 他就過來跟我相認 我拉布條 我們都選七點 之所以選早上七點 是因為上下學的學生跟家長最多 所以有一個記者說 你們都要這麼早 我半年要開棒 我都不敢再睡 怕會來不及 因為那個也是從高雄市 以前的高雄市到高雄縣去 那拉布條的時候 我的公民老師就過來 他說 我說黃麗亞老師拜託你 這樣很難看 給老師一點面子 我繼續拉 我說老師 我正在展現一個公民該有的行動力 你是我的公民老師 你有沒有以我為榮 他就笑一下就後退去了 你知道後退去哪裡 後退去警察的後面 我為什麼特別要講這個是 我們不會隨便去抗議一個學校 通常是我們一定要收證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收證 這麼二十幾年 我們早就被告倒了 我們一定要收證 再來要給學校或教育局 教育部有機會處理 總是也要對別人人本一點 不行的我們才去抗議 所以那個老師 我們要去抗議的時候 會先讓學校知道說我們要去抗議 所以學校就會通知警察 然後我們去抗議的時候 前面就有一排警察 很好玩 我們都跟警察說 我們不會鬧事 我們只是抗議而已這樣 讓警察安心 我記得有一次反正收對了 要回去的時候 那個警察走過去 他很小聲地說 你們講得很有道理啊 加油這樣 就安靜地走過去了 這個是因為有公民老師 所以我就連結我那個公民老師 我後來還有採訪他 採訪他是我們一直搞不清楚 就一個老師會性侵學生 他不是應該就離開嗎 為什麼他還可以留下來 我就直接去訪校長 訪主任 訪老師 他們當然都會想說 他講的話會不會被我錄音啊 接下來明天會不會上報紙啊 所以前面就要講為什麼我想要了解 那我的猜想是什麼 就是要卸下他們的心防 因為我真的想了解 我印象很深的有兩件事 就是你們人本只看到犯案的事實 可是對我們來講 這個人跟我們會一起爬山啊 打牌啊 聊天啊 吃飯啊 對我們來講就是殷容晚載 就是在教評會 考級會在開會的時候 殷容晚載 這個就牽涉到 其實人性本來就是這樣啊 那另外一個是 我記得我的公民老師跟我說 你知道嗎 他其實人很好耶 他吃素耶 我沒有要那個貶損吃素的人 可是真的我們處理的性侵學生非常嚴重的老師 很多是吃素的 我自己猜啦 他不是因為先吃素以後才性侵學生 我猜是他內在需要一個平衡 我猜是他內在需要一個平衡 一種機制 我是教評會的委員 我是教評會的委員 其實國家賦予我的 是替教育把關 我有那個權力 要不要讓老師走或留下來 也代表國家賦予我相對的責任 所以我這一票其實不是代表我耶 是代表國家對學生教育的把關 就有沒有機會跳到這個層面來 另外一個是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修佛的 他有一次對於我們處理校園生疏案 要老師離職這件事情很不諒解 他就說你們這樣不是讓人家死路一條嗎 我有一點難過 就是你認識我這麼久 那後來我自己想一想 其實我們也沒有要讓老師去死啊 沒有啊 那為什麼不讓他繼續當老師就是死路一條 嗨 親愛的 你怎麼有空來 你看我 就是 你看我又忘記了 注意力缺失的人就是這樣 我講到哪裡 死路一條 對 死路一條 欸 不是 叫你去死 你不當老師你可以做別的事情 這怎麼會是死路 另外我一直在想 如果真的有因果 因為那個人跟我 他是在講因果循環 我一直在想 如果追深一點 這個人他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傷害學生 我們不是應該協助他嗎 如果我們 我們自己賞過自己的人情包袱 或者認為說他已經被處理了 他應該知道了 下次就會改善 其實我們是陷他於補益 不是嗎 所以 所以 同理可證 就是 好幾次有些 學校的 考基委員會 他很為難 就說 我很怕老師告我 如果我給他寄過的話 我們的議決讓他寄過 我會被告 我說不會啊 你考基委員會 在 在開會 是根據調查小組的 調查事實 你是做 做 表決 除非這個事實是造假 可是這也不干你的事情啊 這是調查委員的事情啊 就是這個層次給他切清楚一點 他們就比較敢投票 好 那 經歷那麼多年之後 包含著說 比方 有些 有些學生被性侵 可是這個老師還在處理的階段 你必須保護他的工作 這是他的工作權利啊 所以有些學生是受不了 就自殘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推一個 只要一旦被申訴 就要暫停職務 有校長跟我們說 這樣換他告我怎麼辦 萬一他是冤枉的 我說沒有啊 其實如果他最後是被冤枉的 該陪他的 也不是你在陪啊 不是嗎 暫停職務 另外一個是 有些是 會掉來掉去 掉來掉去 還會改名字 可是身分證是不會改的 所以我們又在教育部推一個 就是建立一個 一個系統 如果要 零選新老師的時候 校長是可以進去看 這個老師有沒有前科的 這是慢慢走到最後的修法 那推教師法修法的時候 有一些為難 然後講一個幕後 就是因為必須三分之二以上的教育立委 聯署 你才可以送立法院 那國民黨那時候有兩個 兩大立委 是教育體系出身 其中一個是當過 就是 主席 當過訓導主任的 他也是教育立委啊 那怎麼辦 我們要見面他不理我們啊 我們的執行秘書 就叫我去訪誰呢 管碧林 一個是田秋景 他們跟我們關係還不錯 那我有跟他的辦公室助理說 因為要進入立法院 那我想訪的人不讓我訪啊 所以就透過他們 那進去有點像那個小偷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 住住立委的辦公室在哪裡 結果到底是青島還近啊 我已經忘記了太久了 進去之後 然後這一層樓走進去 繞了一圈 還是沒看到 再走另外一層樓 那他們立委辦公室轉角都有警衛 我要假裝很篤定 其實心臟跳很快 因為我一直在找那個辦公室在哪裡這樣 這個立委的聲音很大聲 太好了 我一轉角還不知道哪一間就先聽到他的聲音 我就是後台 就是那個走到修法很不容易 修法通過 教師法修法通過五年六年了 所以這幾年開始 只要信品委員會調查屬實 一律解聘 那有一個福大的吳老師 他說我們推動教師法修法通過之後 平均每一年有四十到五十個老師 因此而被解聘 各位就知道這是很 很嚴重的事情 還有我要談的是 我們處理有學生是因為被老師性侵以後 他就認為他是老師的人了 高中生喔 我是老師的人 那還有就是 有人覺得我從此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所以搞到最後我們就去講新教育 各位知道有團體在推手真教育嗎 我拿過手真卡 其中一個是 我要把我的第一次給我這輩子的真愛 哲學很重要喔 我們就好好合理來思考 如果你這輩子談了不只一次戀愛 兩段或三段 每一次談戀愛的當下 你都馬認為那是你這輩子的真愛 不是嗎 還有另外一個是 要簽名嘛 就是 守真教育 我要奉行這個 就要簽名 可是 有一個統計是平均六個人 各位 這邊我們可以除以六 平均六個人 這是保守的估計喔 不分男女 中期醫生會有遇到不等層次的性騷擾 猥褻 甚至心情 所以當一個老師去講性教育 或推守真的時候 他應該想 這裡面有人 可能是好奇探索 發生性行為 可能非意願的 或者還不懂 請問 請問 那個學生他要不要簽名 他很為難 可是我不簽不是很奇怪嗎 別人會怎麼看我 那我簽了 我是不是不誠實 這是一種美感 就是說 人的工作其實是要多一點慎重 你要講什麼以前 你可能先反駁一下自己 這樣彈出來的 會比較不會太限縮個人的生命經驗 另外 另外是 那 爭操 他可以高過 人權 或尊嚴嗎 對不對 再回到說 其實研究生很多是被 性侵也不敢 站出來的 我曾經很納悶 就是說 台青交 三選一 就我處理的幾個案子裡面 讀到研究所算是成年了 也算知識分子 可是面對指導老師的 可能一開始是試探的 覺得不太對 但是不敢說 甚至還會懷疑自己 我會不會太敏感 這個就牽涉到我們到底是怎麼長大 今天我有真實的感覺 不只不敢講 還要懷疑自己 這是一個感覺權 就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 有沒有機會講自己真實的感覺 比方現在有一句笑話就是 有一種冷叫做媽媽覺得你會冷 外面這樣你要加一件衣服 或者你吃這樣怎麼會綁呢 繼續吃 就是連這種生理基本的感覺 都是由旁邊的人決定 這就是剝奪小孩真實 這樣感覺的機會 跟權利 這個也是一種越界 所以界線除了這個有形的身體 還包括感覺 感覺權 另外一個是 研究生很擔心自己的成績 論文 為什麼我們的孩子 會認為 他的人權比分數還要低 還有他們不敢相信他站出來講 是可以被處理的 不要說小學生 國中高中 連大學生都這樣 因為你是台南來的 我們前幾年有處理 台南某特殊學校的集體性侵案 那我要談的是 其實 其實這裡面 有 因為 一姓品法 主調查委員可以三人小組 可以五人小組 那一次呢 三人小組 因為學校姓品委員會沒有人要當 所以就輪 那一年輪到一個剛好很認真的老師 就三個嘛 校內那個是很認真的老師 不小心輪到 而且他手語很好 那校外的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結果 一調查 好可怕 你知道那個校內的老師他痛苦到 他不敢相信那麼慘 以至於他必須暫停 自己到外面整理情緒 他痛哭 然後那個基督徒老師 他只能靠祈禱 堅強自己 其實如果 如果草衰一點 這個個案處理完就好 可是他們發現 還有就繼續挖 繼續挖 繼續挖 所以後面就 監察院堂河 監察院堂河 成案的有164件 那我要講的是 這個很誠實的老師 他該年度是全校老師唯一的考基儀等 各位要知道 你要當一個跟團體不一樣的人 通常是會付出一些代價的 因為他 他讓學校效益不佳 同時 學生本來三百出頭 結果這件事情以後 學生人數降低 這會影響到老師的工作權 那個老師考基儀等 那 我們開記者會的時候 有一個學校老師代表 他就比收語 就問我們 南部辦公室主任張廷 還有我們執行長馮喬 就說看得懂嗎 他們兩個當然看不懂 不過後來他們就學收語 然後看不懂 那個老師說 你們都不懂你們怎麼幫學生 這跟邏輯又有關係 所以學校要有哲學 就是 事實上 你會收語 那國家花錢請你來照顧學生 師生比 平均將近是 一個大人照顧二點多個學生 這師生比是非常 非常 比一般學校還要了不起的 竟然可以照顧到一百六十十件 黑數還不算 而且這裡面還有奇之類的學生 我猜更嚴重 因為他們不太會講 那為什麼我們 人本掌握的事實會比學校更多 那就是學生知道你能不能聽嗎 還有這個發生 發生在這個學校 我有兩次都自己要收盡 一個是 第一件處理的時候 校長說 就讓他們兩個結婚 就是受害者跟加害者要結婚 我一聽嚇到了 而且我跟校長說 校長你要啟動性評委員會 他說 哎呦我以前當過那個 兩性平等委員會的委員 我會啦這個不用 家長已經按鈴申告了 這個兩性委員會就不用 我說校長現在叫性別平等 教育法 然後依這個法來啟動 不是兩性 而且這是兩個獨立的 司法要走 可是性評機制還是要啟動 他說我知道啦我知道啦 那個我做過 我還傳法條給他 然後我擔保他必須啟動 所以我跟他說校長你要看喔 如果你違法 你會付出代價 我還傳給他還解釋給他聽 所以學校才啟動性評機制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校長 這個學校的校長 他講說 他跟媒體說 我們掌握的是 71件啊 沒有人本說的一百二十幾件 那麼離譜啊 人本這樣是打擊士氣 各位他說七十幾件 那時候我們 其實後續我們還有調查更多 那一次學校校長講的時候 我們只一百二十幾件 有一個記者還蠻 頭腦蠻清楚的 他的標題是下 不是建樹的問題 笨蛋 那有點難受的是 有一個記者 有一個記者說 人本開記者會是 就是在山口撒鹽巴 還有家長說 其實這些老師照顧學生 已經很辛苦了 各位 如果我們客觀合理來看 一百多件發生在建中 發生在北域 記者會這樣講 家長會這樣講 只要三件就好 為什麼 還有為什麼說這些老師照顧 這些孩子已經很辛苦了 那個背後是什麼 歧視 不自知的歧視 包含叫他們結婚也是 然後呢 因為我們開始訪 大規模的找得到的線索都訪 結果有一次我去 我那一次真的深刻體會到 我是弱勢 因為整個十幾個人 只有我一個人 我一個人不會手癒 我都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有一個人比較善良 他們講一講話他就給我寫一下 內容我們現在在談什麼這樣 我完全不能講話這樣 然後呢 因為我提到說 校長說叫加害者跟受害者結婚 結果那個很善良一直在跟我分享 知智騙語的人 他就又跟我寫說 你對面那兩個就是因為性侵結婚的 可見他們長期以來 很多黑術是這樣處理掉 這是我自己很驚訝的 另外一個很驚訝的是 有一個家長跟我說 他要把小孩送來這個學校的時候 救生的家長跟他說 你是女兒 所以你女兒要讀這個學校 要先把子宮拿掉 我聽到的時候 絕對不可思議 這是發生在現代的台灣 有小孩因為要去就學 而必須把子宮拿掉 不要說基本人權 就是說他的婚姻權 他的生育權 都不如他的就學權利 那我們的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是 查到久見 性侵是發生 那個性侵現場是在笑車的時候 我也很吃驚 為什麼 笑車耶 笑車不是一個人耶 就一群學生 然後有一個學生看到 後面有女學生被壓制性侵 她跑到前面來跟隨車老師講 隨車老師只有跟他說 回去坐好 所以有人問我說 要去特殊學校教書 要具備什麼 能力 我說第一個 起碼 你看得到聽得到的地方 發生性侵 可以 不要沒有感覺 談這個有點沉重 可是他確實就是我們 我們處理生素要面對的 有一個好處就是 處理這些回來對我先生 眼光包容度會很大 為什麼 你很想跟他說 你不要再 再玩那個網路遊戲 可是話想講的時候 看到一個人很認真在那邊 打電動玩具的時候 就會 always 他有沒有性侵人 你就會放過他這樣 那學女兒呢 我兩個女兒就算打架了 不是啦 小時候會打 長到以後會吵 不管怎麼樣 其實都會比較鬆亂 為什麼 因為有可能 今天處理的是一個國中生 老師發考卷給他 然後他覺得考不好 揉一揉 老師說 什麼態度給我回來 就是老師 有些老師很容易受傷 今天學生揉 他不是挑釁你 他是對自己的成績不滿意 那我們是不是看到說 這學生還蠻在乎的嗎 還是說他因為這一份成績回去 會付出什麼代價 就是這個行為背後的可能 這不是一個老師應該去理解跟診斷嗎 怎麼會說 你怎麼這樣對我不禮貌 然後叫回來 罵一罵之後 學生就眼神很難看 老師就越罵越大聲 因為這裡面還有聽眾 就是說其他同學會看著老師的樣子 然後學生就跳樓 跳樓就癱瘓 還有一個是 比方說你是學生 我在上課你一直講話 我叫你不要講話 你再講話 我就拿那個板插丟你 你就閃過了 後面那個就中獎 那個眼睛就 剩0.2 小學 四年級 0.2 如果我白天是處理這個 所以回來 小孩我覺得 他還活著真好 所以各位要多參與公民運動團體 社會福利團體跟運動團體 是不一樣的 你找任何一個公民運動團體 都可以參加 像施改會 人本 環保 這些都好 包括你們的 這都是思考的 有一種好處是 因為 你會進入人類 人類 文明的進步 是那麼的艱難 那個要等待的 比你一個小孩 成長的歲月還要更久 那你很多力氣在這裡 回來就不太有力氣 而且看那些大奸大 你怎麼會覺得 小孩那些小奸小二算什麼 會比較好過 那再回到說 你剛有提到你是學生生素疲憶委員會的嗎 是你 我只記得在這一錯 有一個學生他是連續 高中好像是連續礦課 二十一 一節還是二十一天 我已經忘了 我只記得有一個二十一 就是要被退學 輔導轉學 那以這件事來講 以這件事來講 我就去翻 就是學生生書評議辦法 這是學生的權利 你們去看第五條 學生生書評議辦法裡面 學生被懲處 學校必須發通知給家長 而且那個信封 信封 必須 必須打一行字 這是學生 每一個學生的基本權利 如果你被寄兩字警告好了 或一字小過 家長必須接到學校的書面通知 上面必須白紙黑字寫 收到這個二十一天內 得以 如果學生覺得他有疑惑 他是可以跟生平會提起他的救濟 結果我們就發現那個被 被強迫轉學 有的是退學 我問他說 學校有沒有寄這個 家長有沒有收到 所以學校沒有 就是這個行政程序是沒有達到的 另外一個回到最基本的 導師在做什麼 就是說一個學生連續礦課 你是一個老師 難道你不會去關心嗎 這學生怎麼了 不會嗎 像我以前當老師 我在高中 你知道早自修 只要學生沒有來 我就開始緊張 他怎麼了 生病嗎 家裡出事情嗎 交通狀況怎麼了 所以學生遲到 我都會感謝他的出現 省了問題 我後來沒有當老師的時候 就是來人本就沒當老師了 有時候開車就是帶我兒子兜風 只要是七點半還在等公車的 就代表遲到 我都會說 要不要載你啊 那人家不是隨便敢被你載啊 雖然我看起來不是壞人的樣子 我都把窗戶打開 讓他 穿透性 可以看到車上只有我跟我兒子 那我兒子 一連看起來就沒有危害人的樣子 因為我兒子是 極重度智能障礙 我都會打開說 只有我跟我兒子 我可以帶你 大部分的人都會讓我載 我要講的是我說 你遲到會怎麼樣嗎 因為高中生可能就會被寄警告 我說你遲到喔 可是你還去學校這件事是很高貴的 所以你一定要跟導師跟教官說 雖然我遲到了 我還是來上課 我就做不到 我只要遲到就 唉唷算了我不要去了 我爸爸都很配合我 就說我肚子痛啊 頭痛啊什麼 就幫我打電話請假 我爸爸跟我媽媽都蠻異類的這樣 好 這個學生生素 平易辦法 如果身為一個學生 他連這個都沒有 所以學校要解嚴 我覺得校園要解嚴 就是學校在新生訓練的時候 有沒有建立學生該有的 他的基本權利概念 那我覺得公民老師很重要 通常如果我碰到的是美術老師 體育老師公民老師 這些音樂老師 我都說國高中生的心靈 就是他的靈魂還不至於 因為升學主義而硬調 真的都靠這些 不是升學主流的老師很重要 可是這些老師常常就像 A段班B段班一樣 因為非國英理化素 自己就覺得矮人一節 要看到自己那個專業的 影響力啊 尤其公民對不對 將來國家都靠你們 不是嗎 公民老師很重要 再回到說 我們在影響 就是一邊處理申訴 要一邊協助個案 然後一邊協助學校 還要看在教育上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另外一個是 最好就是建立機制 以我剛剛提的那個 性侵害現在建立機制以後 只要調查屬實 就一律解聘嘛 這個影響是很深遠的 那以前我會覺得法 後面那兩位我們的同志 都是讀法律系的 我不是 那我覺得法對我來講是很硬的 但是處理申訴以後 我現在對法律充滿感情 例如 台中有一個老師 他把一個學生綁在 那個課桌椅 那學生如果要尿尿怎麼辦 叫另外一個同學 把他牽去廁所 你想像那種畫面 像在遛狗欸 那個是什麼 國小 這件事學校的考基委員會 只有記申戒 可是我們覺得這個很嚴重欸 他比起法對學生的人格 羞辱還大 連續綁兩個禮拜 可是我們沒有任何公權力啊 頂多開記者會啊 或拉不條抗議啊 那後來我們就想 有什麼法可以相通 就想到 兒少福利法 這是牽涉到虐童 所以就通報社會處 可是社工以前沒有處理過 他們也很害怕 社工說 學校已經在處理啦 我們要解釋欸 學校是依行政程序 他追教育行政責任 可是你這邊是 這個法不能因為校園 就被阻隔 我們還要教他們 然後他們就去開 這個老師後來有 略同成案 然後被公布名字 跟罰六萬塊 可是第一章 因為老師體罰學生 開出的罰單 是在我們屏東 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其實現在國中小 體罰已經 減少很多 是變相 所有的變相是罰協啊 這些 我有交互蹲跳 那各位要知道 交互蹲跳是會要人命的欸 橫紋肌溶解 現在體罰很嚴重是幼稚園 那我們屏東 第一個開內童 針對老師開的就是 公立附設幼稚園 你知道三歲小孩被老師打 講不清楚 只會 上學的時候 抱著家人 他很緊張 不要上學這樣很緊張 不然就是晚上一直做噩夢 那比較大的會講啊 像有一個小孩就回去跟他媽媽說 我們老師 把小朋友當托靶 當托靶 為什麼 因為那個三歲的小孩尿尿了 然後老師就把他拎起來 直接用他的衣服這樣擦 然後小孩不乖抓起來 這樣摔耶 看到那個錄影帶 你會很可怕 後來有一個當警察的家長 因為這個老師已經處理了 再處理都沒有用 他一直申請他的行政救濟 然後小朋友講話講不清楚 後來有一個當警察的家長 在教室擺 錄影的 那個畫面曝光 真的慘不忍睹 那個小孩這樣被抓起來這樣甩 很像曝娃娃耶 那小孩就講不清楚啊 第一個開罰單是這個 可是這個社工就被這個老師告 因為他違反其中一個程序 沒有請老師說明 就是這個社工很害怕 他打電話給我們說他告我了怎麼辦 我說沒關係啊在行政程序補證就好 因為他確實有虐童的事實 你又沒有誤告他你怕什麼 這是可以原用 另外有一個高中的校長 他們學校發生老師性侵學生 他也是沒有積極處理 我們又用這個法 只要教育人員窒息 未成年者受虐 你24小時要通報 所以這個校長就被開罰 那花蓮我們有處理一個 一個女生從四年級 五年級六年級被老師性侵 他曾經跟主任校長求救 可是沒有被處理 後來他快畢業了 發現性侵他的學生又鎖定一個四年級的學妹 他想說我不能救自己 那我要救學妹 已經換校長了 所以他要寫信給校長 這個校長要處理 他有跟一個東華大學的老師 他等於是校外的調查委員聯繫 那這個委員覺得這件事情 你知道在部落裡面 要處理一個老師有點困難 是很多人都是親戚 而且老師的位置 在社會是很有地位的 所以他覺得也許只有 人本介入比較有機會處理 好 我們終於介入了 可是這個學生有點慘 因為他面對 主理部落的人 說他害老師沒有工作 他是一個需要被幫忙的人 而且他很有勇氣 老師被解聘了 可是知道沒有處理的主任跟校長 可以沒有事情 這件事情有天理嗎 但是法律不能對他們怎麼樣 我們只好在想想想想想 那個老師的身份不是總公務人員嗎 那我們給他送監察院彈劾看看 試看看 結果真的彈劾成功 被降職等跟罰錢 這個案例一開 後面校長主任就是行政人員 處理性貧事件會很積極 我記得最大的影響是以前我去學校講性交易 或者是性貧法 或校園案例的什麼什麼分享 校長通常都把我介紹完了就走了 可是那個被彈劾成功之後 校長都乖乖的從頭聽到我 而且會說各位老師你們不要陷我於不義 有事情一定要讓我知道 就是那個影響是很大的 那有 我們也有打國家賠償 國家賠償是 因為比方說 有一個台南地區的高中老師 他教書15年 到底信心多少學生 沒有人知道 可是被他拍的裸照超過一千張 那我們介入的那一年 那一班一班 十幾個女生 那一班那一屆 九個受害 出來的有九個 他是導師嘛 所以他是利用下午 有客人 老師的時間把學生帶去 Motel 學生不知道是被帶去哪裡 就上車了 回來就受害了 就是在Motel受害 我要講的是 欸 學生受害之後 常常不敢講 一來是可能有裸照問題嘛 再來就是我們的學生沒有被建立 他的人權高於所謂的爭吵 因為我們的文化讓受害者覺得 是我的問題 或者是我從此就怎麼了 所以我們要重新看待 爭吵館這件事情 通常我都會說 如果被洗胸又怎麼樣 他還是我的器官 不是嗎 如果被摸臀呢 難道洗澡洗到這裡說 我這裡淪陷了你就不洗嗎 身體之於我們 是我們活著還有一口氣在 被我們使用的工具 不是嗎 那被性侵害呢 就是皮膚組織聯膜的接觸 而且現在 被碰的地方 或者是發生性行為的 陰道陰莖或肛門 它已經不是原來的 因為我們每天 細胞都在形成代謝 不是嗎 我們應該是這樣客觀合理來看 這樣才不會擴大災難 那這個老師 我們 我們處理 打國家賠償 是因為 國家花錢聘請老師來執勤教育的職責 可是竟然讓學生受害 另外是學校的初缺情 因為他是導師嘛 如果這個學生下午被帶出去兩堂課 科任老師打礦課 這個導師又把它消掉 那你們學校為什麼沒有在注意追蹤 這個老師那麼多消掉的 還有你警衛設在那邊幹什麼 一個老師會把學生帶出去 不止一次 為什麼你警衛都視而不見 這件事情有國賠成功 那我要補充的是 很多人對人本訴求國賠不是很諒解 他說為什麼那個加害老師你們不去索賠 是讓我們納稅人賠 因為納稅人賠 這是國家賠償嘛 可是 國家可以再跟當事人索賠啊 而且打國賠才會讓學校行政 還有教育局處或教育部 覺得這件事情跟他有關 而不是把老師切割來 我們體罰也要打國家賠償 那這個我要講的是 因體法而訴求國賠 我們台灣在亞洲是第二個 第一個是日本 那因為性侵 聲對聲打國賠 我們是亞洲第一例 那這又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其實我們的國賠案 一審常常是敗訴 因為那是台灣沒有過的 那法官一審通常是只有一個 那他也不敢判一個以前沒有人判過的 但是我們的經驗裡面 那些那些訴求 其實是有打動一審法官 所以我們在二審很大部分都是勝訴 因為那個一審法官算判敗訴 可是他寫的文字其實都在替我們講話 這是大家不知道我們的進步 在世界上的進步 這是我覺得值得驕傲的 包含性別平等教會法也是 所有的法都歷經很多的苦難 跟辛苦的爭取才來的 那性別平等教會法是跟葉勇志有關 葉勇志是說實話 我到現在都很懷疑他是怎麼死的 因為他死亡第二天我跟我們主任就 進到高速國中 我們有拍照 男生是站著尿尿 你知道那個 血液是用噴的 噴的大概30到40公分高 那個見血這樣噴的 我們本來以為是校園的意外 就是一個小孩摔死了 他摔在廁所 後來才發現這個小孩很慘 因為他國一進這個學校的時候 就上廁所被一群男生 圍著脫他的褲子 要驗他是公的還是母的 因為葉勇志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他唱歌是唱女生部的第一高音 就是他的聲音真的 他隨便唱就很高很好聽 我有他唱歌的錄影帶 他會拔肉掌 會幫他媽媽給客人洗頭 他媽媽除了種田還有家庭美髮 然後他還會吹鬼 他們那邊很多客家人 就是說這些叫做能力 可是在性別的刻板印象裡面 他就被標籤為娘娘腔 那青春期的小孩是當一些人排斥他的時候 多數的人也是拒絕的 所以他是很孤獨的 他有點慘是上廁所沒有人權 後來我發現不只他 我們處理的包括有一個人後來是喜慎 他高中三年只上過學校廁所兩次 各位可以想 高中生大概六點多就出門 回到家可能也是六點多 如果沒有補習的話 十二個小時你不能上廁所 那你敢喝水嗎 我以前都不覺得這叫人權 我覺得就像呼吸一樣 口渴就喝水 有小便就尿尿 原來我們的生活裡面 有那麼多人是連上廁所的人權都沒有 用之就是啊 我們後來知道他是長期被性霸凌的之後 為什麼學校都知道 可是不積極處理 而且他有點慘是他中午都不能睡覺 他要幫同學寫作業 那同學都知道沒有人敢幫他 他曾經寫紙條說老師你眼睛是怎麼了 你都沒有發現有幾本作業本的筆記一模一樣嗎 他在求救耶 我印象很深的是這個官司打 那七年前六年都敗訴 那是打什麼 我那一本吉普的力量有寫 打的是 最後最後成功是說 葉勇志是滑倒的 滑倒的 可是他明明是跟性別歧視有關 因為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他的案子有上法院 他就是一個刑事案件嘛 所以檢察官主動 就是啟動這個機制 那就是說他是滑倒致死 因為他不能上廁所 所以他都是利用快下課的時候衝去學校的廁所 然後就跌倒了 他的整骨裂成 這樣子 三條線 所以腦神經外科醫生說 他那個大腦很像豆腐渣打在地板 他死了 隔一段時間 因為他媽媽很難受 他媽媽接到法院的通知說 他敗訴 媽媽才醒過來 就說我兒子怎麼會是昏倒呢 因為法院說他是昏倒 那檢察官是說他是滑倒 這是兩種不同 所以後面的官司都一直在打 他是滑倒還是混倒 最後是用他滑倒 第七年成功 我要談的是 在這個過程 燕媽媽很慘 因為法官 所以難怪有司改會 法官曾經跟燕媽媽說 你有話要講嗎 燕媽媽說我很想念我兒子 我很痛苦 可是怕家裡人擔心 所以洗澡的時候我開水就痛哭 甚至去撞牆 如果這個法官有一點人性 他可以說 因為你很難過 失去你的兒子 我們就是要查他的死因 講這樣不用二十秒 可是那個法官還訓他 這裡是講因果 講邏輯講證據 不要講你的委屈 像你這樣 那外面車禍死那麼多人怎麼辦 還教訓他 我們在法庭上 也不能亂講話 不然會被請出去 我其實也很想說他死的不是你兒子 有一次法官也是問燕媽媽說 你有什麼話講 燕媽媽說 我夢到我兒子 這已經是第三年第四年了 他說我夢到我兒子跟我說 他是滑倒的 法官也可以說 日有所思啊 夜有所夢啊 我們現在來調查他的死因 這樣大概十秒嘛 我說他花好幾分鐘訓話 滑倒 做夢 做夢就可以判案 那台灣全台灣的法院都要關門了 檢察官律師法官全部回家吃自己 什麼什麼什麼 就這樣訓話 所以每次開完庭 我們就要陪夜爸爸媽媽 夜媽媽聊一聊 而且要讓他知道我們做這件事情的意義 我們其實是每一次對話都在影響跟啟蒙 法院的人 而且有時候開記者會啊 有時候投書文章 他就會產生一種對社會的 明智的啟發 怎麼會一個人 因為他的性別傾向 就失去他連 連上廁所的人權 午休的人權 身為一個人的人權 都沒有 他用字的死亡的第四年 台灣性別評審教會法通過 他官司是七年才贏嘛 四年之後就有了性別評審教育法 他跟校園的友善 然後那個廁所的通透性是有關的 所以我說沒有處理申訴以前 我覺得法是很硬的 可是處理申訴以後我覺得法都是很有情感的 他是標準著我們人權進步的里程碑 當然他也有他的不足 我大概就講 因為有人問我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我說印象都很深 可是我就提到一點跟性情有關的 跟法有關的 跟替法有關的 然後最後我再講一個 然後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後面那兩個都可以加進來 因為他們處理的跟我不一樣 我們處理澎湖一個案子 現在還在打官司 就是有一個英文老師 他同時也是導師 他不打學生 因為他知道不能提罰 可是每一天的早自修 或者是藝能課的時間 所以各位藝能課老師 絕對不要把你的課借給人家 藝能課的時間 午休的時間 甚至集會的時間 他都拿來英文小考 標準是100分 沒有100分就發寫 各位不是一個禮拜考一次 每天考 100分 沒有100分就是發寫 發寫沒有 那個發寫是用幾百這樣起跳 所以有一個小孩呢 一學期25本英文做一本都寫完了 他家比較窮 所以他媽媽說 阿不然你用薄紙 阿不然你用日立紙寫 真的不要讓孩子太乖 你知道有些小孩就 我寫不完我要睡覺了 我明天被他罰好了 或累積罰好了 反正永遠寫不完嘛 每天都在考 有一個小孩就很乖 他一定認真寫 寫到凌晨2點3點 甚至通宵寫 他那個筆記本沒有帶來 你們看了會掉眼淚 我一定寫到就睡著了 就鬼化 他真的認真寫 他有跟老師求救 他說老師難道沒有筆 這件事更重要的事嗎 老師我已經要爆肝了 寫不完 還要交互蹲跳 可能澎湖的小孩身體比較好 那個交互蹲跳一樣 五百三千可以輪流 可是可能你今天做兩百做不完 明天再繼續 然後一直double 因為每天都在考 竟然沒有人去看醫生 只要有橫紋肌溶解 我們就可以告刑事案的傷害 可是竟然沒有一個 全班沒有一個孩子去看醫生 有人是交互蹲跳到吐 到請假隔天不能走路在家裡 休息請假的又來 另外是有家長去跟老師拍桌子 那老師說 如果你不喜歡 自己想辦法 我就是 我就是要這樣 所以有小孩轉走 那校長跟主任會覺得這老師很認真 他真的很認真 對不對 可是他沒有意識到 雖然他不體罰學生 可是他剝削了學生的很多權利 下課的權利 午休的權利 早自修的權利 還有藝能科的權利 另外呢 家居生活也被剝奪 你知道有些小孩也是寫不完 然後就罰站一整天 從早智修到放學 所以回家 他回到他們家用爬的 他媽媽說 你是怎麼 他說 我很痠啊 他說那你不會跟老師講 他說跟老師講 老師說站到不能站為止 所以他回家是用爬的 這個叫做嚴重的獲權 我覺得當老師的不要因為你認真 可是可以剝削學生的居家生活 還有那些在學校的生活 還有睡眠 那後來這個很認真寫的孩子血癌 當然髮血不等於血癌 不見得有因果關係 可是一個青春期的小孩 每天睡眠不足 每天承擔那麼大的壓力 對他健康難道沒有影響嗎 這個老師 學校也覺得他很認真 他沒有離開喔 他是被暫時調到教育處 我們處理很多老師 就是調去教育處做行政 這個官司還在打 我會特別把他放在後面 是因為他沒有打 他是叫小孩自己跳 還有那個髮血這件事 他其實是背離教育專業的 以心理學而言 你邊寫一定邊幹狗啊 不是嗎 這大概是我們處理生疏 我抓一些點來跟大家分享 那看有沒有什麼要追問的 我們有被威脅恐嚇啦 這個沒有講 還有收到要燒給死人的名字 還有一個老師每天準八點打電話給我們 他都不講話 之後我們跟他講話 反正八點就響了 我們就會說 老師早啊 老師你今天還好嗎 老師今天下雨呢 今天天氣不錯喔 老師這一段音樂不錯 你要不要聽 他就是無言的抗議 然後每固定 就是時間到就打電話給你 這樣 那 也有那個打電話 一直罵罵罵罵罵罵 罵不停的 我們就不要不要掛電話 這也是一種心理學 也是溝通 因為當一個人情緒很滿的時候 你跟他講道理沒有用 但是你認真聽他講 你絕對不可以掛電話 掛電話他搞不好就衝來了 你要讓他罵到他甘願 因為這樣也有一個好處 那個好處是這個人的情緒有出口 再來萬一他是老師 他就不會修理學生啊 那天學生會比較好過啊 萬一他是爸爸媽媽 他轉個身他孩子也比較好過啊 那另外等他情緒過了 其實有一些理性會出來 他會覺得奇怪 人本好像沒有那麼壞 為什麼罵他 他就乖乖被我罵這樣 現在罵的比較慘的不是我們 已經是換那個廢死聯盟 然後有人說要剖鹽酸啊 什麼什麼的都有 但是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在做一件可能 一般人思維裡面 不應該出現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認為老師是鐵飯碗嘛 鐵飯碗嘛 是終身子嘛 你怎麼可以讓一個老師走路呢 而且也感謝媒體 有時候我們講的話都不講 然後我們就被罵 例如 我先講英文老師 我時間夠嗎 我把它補完 比如說一個英文老師 我就會跟他說 英文老師很重要的是 任何老師都一樣 不要讓學生太討厭你 因為學生討厭你 那一刻他都不愛了 如果他喜歡你 就算你是數學老師 他也不會用頭皮看著你 他也會看你 Sign Cosign 欣賞一下你這樣 畢業以後還是英勇晚載 編解的是甜蜜的 所以第一 當老師不要讓學生討厭你 第二 你會那一刻 那是你累積多年的專業 可是一旦你要成為老師 你要有語言的轉換 你必須學一些技巧 來轉換你的專業 服務學生 第三 就是你在怎麼認真 一定有學生不如你的預期 這其實是常態耶 為什麼 也許這個學生 遇到你之前 他學習 胃口已經被破壞了 或者 他家裡剛好最近有變動 比方爸爸媽媽吵架鬧離婚 還是家裡經濟出了大問題 或者這個學生被性侵害 或者這個學生 他正在探索人生的異議 是異議價值 人坐在那裡 當然就逃學 所以一個老師再怎麼認真 切記 你可以調整教學教法 可是 一定要保有一個淨土 就說 你是數學老師 你是英文老師 不能因為你 學生就覺得他沒有這個細胞 就說我沒有英文細胞 或者中期醫生不再碰英文 這叫造孽 因為你只是教人家 你是人家生命過課的 那麼短 影響的是中期一生耶 所以我妹妹那時候 要去學校教英文的時候 我說 如果這個學生英文 你怎麼認真他還是考不好 你還是要給他信心 因為教育要給人家信心嘛 如果他是一個原住民 你要說你會講你的族語 客家人你會講客家話 敏南語就代表你大腦學習語文是OK的 不是嗎 英文並沒有特別難或高貴啊 這樣學生會有點信心啊 可是呢 轉換一下 有一次有一個高中 那個數學老師讓全校的學生總平均 那二年級總平均是二十幾分 蘋果記者就問我 我當然就是像在論述英文這樣講講 可是隔天我覺得講得很好啊 因為老師本來就不是我們的敵人啊 結果隔天只有兩個字 人本痛刺造孽 所以每次看報紙 我就是張品你又痛批了 喬南你又怒刺了 所以有一次我去學校啊 然後跟就是講完啊 然後那個校長就說 喔這是我第一次碰到人本的笨人 人本的笨人 原來這麼慈祥 他這是讚美 可是我聽起來有點受傷 因為那個時候我才四十 慈祥不是在形容阿婆嗎 我那時候我知道他在讚美 可是我心裡就 不過有人說慈祥不見得是阿婆啊 好 有沒有什麼要問的 什麼都可以 兩位過來快點 你們就直接來吧 真的 對啦 對啦 你們也有比較 你們在處理的 你看我們多慎重 我們來了三個 坐坐坐 我可不可以站著 當然 當然 因為我也是老師 可是我是在大學裡面教書 那其實在大學 我覺得因為人本接觸過很多案子 都是國中高中 所以國中高中的學生 因為還沒有成年 所以會有一些監護人 或是說像人本可以幫他們 把事情給在平板 或是說藉由申訴 可是我覺得在大學會有一個狀況 其實就是大概在大學 尤其是我在行政職 大概教書做這幾年之後 會有大的狀況 就是說法律已經在那邊了 可是當你從事情發生 到法律的這一邊 是可以被操控的 尤其是可以被學校單位操控 以至於說這一個事件 是不會進入到法律程序 譬如說因為大學生 他有可能是成年人 所以他有可能 就像剛剛華老師他有分享說 他可能會跟你講說 會不會是你自己有一種情感上 而比如說像學生被性侵害的話 他就會說有沒有可能是 其實你對老師也是一種情感上的付出 所以把它變成說 在進入法律程序之前 就利用了一些 我們可以說台灣系列情理法的社會的情面 內面 把它轉成說其實受害人 他不覺得自己是受害人 OK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好像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 雖然說後來沒有後續的事件 可是畢竟是已經發生了 那像因為我聽到 不是我們學校一定要這樣講 因為剛好錄影嗎 一定要這樣講 可以剪掉 如果你現在就順便講 各位如果不希望自己講的話 以後傳進去的話 之後來跟我講一下 我知道被黑了 我們幫你打馬賽克好了 不會啊可以轉過來這邊 繼續講 因為我覺得說 真的是在大學裡面 你聽了很多案件 我要先講 突然想到錄影 我就可以講 謝謝老師這麼推崇哲學教育 我也是教哲學的 所以我覺得哲學真的很重 老師也是那個 台灣當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的成員 對 因為我覺得說 哲學系的學生會比較敢講自己的感受 可是畢竟他是少數 最大多數的大學生他會開始壓抑自己 那一種我是否是受害者 那像我們 我做一個教育者 當我遇到這樣的case 我該怎麼做 如果說當受害者 他可能被轉化一個心情是 他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那還沒有進入那個性體會的話 那我們就對於這個 知道這件事情的這種教育者 我們該怎麼辦 可以先多一兩個人問嗎 然後一次回答 好比說兩個問題 我萬一忘了你們要追問我 對好 大家一起請 麻煩 謝謝 我想請問的是 就是連續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剛剛黃老師沒有去提到就是說 在校長作為學校的這個 最高的這個行政主管 不管是說 校園裡面的提罰啦 或是說有這些 心情相關的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麼在24小時內 他窒息 然後他要通報 那所以我的這一個問題 首先要問就是說 那麼如果校長他沒有做這樣的通報 因為他認為他還沒有去調查屬實 所以這個只是家長啦 或者是說某人來這樣子說而已 那他沒有做這樣的通報 那在實務上是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後果 那延續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有這個提到就是 人本在這樣的努力過程當中 遭遇的一個困境就是 很無奈的是最後 教評會其實掌握了 是不是要對相關的這一些 教職行政人員 就是主要應該是教師的一個 續聘的這樣的一個權利 那我本來今天看這個標題呢 我是有非常期待就是說 是在制度面上 人本在這麼多年的一個處理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什麼更進一步 就是像你們過去在法治方面想要再更提出 也許當然我們有很涉獵 國外的一些制度 是有沒有可以讓我們借進的 就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我想請教就是說 其實剛剛這個黃老師沒有去提到 其實當一個季婆的人是蠻重要的 然後你們也有很多就是 也很溫馨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也有因為這樣季婆的力量 其實也有處理這樣成功的 讓人家覺得很欣慰的 那但是如果說在這個 就是在教育的一個現場當中 就是說如果在受害者 他面臨的這種普遍的給他排山 海山倒海有來的這些壓力 不管是訴諸這種所謂的 你這樣是不是害人家去死啊 沒有投入啊等等 或是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你幹嘛這麼小提大做等等 這些壓力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我們知道其實受害者他可能也會 尤其是在小學 或是說比較多是小學的階段就是說 可能即便就是說這個家長很想要訴諸這樣子的一個 也許結合民間團體的力量 那可是他可能會面移到就是 他可能就是很多的 比如說班上其他的家長 可能是站在一種跟學校跟老師 這種形成的一個某種程度的這種恐怖平衡狀態之下 那麼他們甚至可能會教導他自己的孩子 當被問及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例如發生一些所謂的 比如說孩子會說我不記得了 我沒看見等等這一些的 那麼我是有聽過某個高中老師跟我提過一個詞 叫做說叫做污染證據 我也是在那個研討案我聽他這麼說過 他說在受害者的家長 即便他本來是非常有勇氣的 想要去做這樣子的一個不管需求外界的人 協助或者說他想相信體制的力量 他相關的這個程序要去走 可是他後來發現說他是好像很孤立無援的說 如何去做這個所謂的證據的一個提供 那我不知道說人本在這種處理的一個現場 就是說當你們遇到這種甚至到最後可能受害者 可是想說像您剛剛提到那我轉學算了 如果我沒有辦法對這個學校神之以法之類的 那班上的家長也都覺得事不關己 也沒有任何小朋友要願意出來作證等等 那人本怎麼樣子去提供更有利的 讓這些家長或是受害者 他們能夠更有勇氣繼續這樣 這是我連貫連續的三個問題 我回然後你們再補 你們再追問這樣會比較完整一點 因為難免會遺漏這樣 一個是個案要陪家長要陪 相關的行政責任跟法規可以讓他們知道 然後要做心理準備 就是你可能會遇到的是什麼 包含會被排斥 包含本來要當你證人的人 到時候不當你證人 這些後果都要務實的讓小孩 建設成為他在作戰的準備 還有就是 我覺得如果用教育的眼光 來看待所有發生的事情 都是一種學習一種體驗 我們的力量會更大一點 甚至他不見得會硬 就是說世界不是真的都有公平正義 不是 你隨便看猶太人就好 那以我們賠的經驗裡面 像有些性侵的他是敗訴 可是我們就碰過不錯的檢察官法官 他跟小孩說 不是我不信任你 是證據力的問題 你知道當一個大人 跟一個受害學生講這樣的話 他就被撐住了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在幫小孩建設這樣的觀點 還有就是 我們會企圖原用現有的 比方說讓校長知道 當然通常我們會先收證 你沒有收證很快就會被捨掉 我們一定要先收證 然後會期待學校用他的行政機制 一來是本來該有的 他們沒有走過 他們透過這個個案 他們就有機會練習 不是嗎 再不行就是我們會介入 那另外就是沒有的我們就去推 比方說像我前面講的 像臨體法納入教育基本法 是人本努力18年才有的一點結果 然後我們處理 我們成立21年以後 教師法修法通過以後 才得以解聘 信品委員會調查屬實的加害老師 21年 可是在這之前就會有一些行政的機制 包括有前科的要建黨 然後只要一旦申訴就要暫停職務 這一些都是還沒有修法或立法以前的行政機制 那至於前面你說那個通報的問題 其實如果今天出來一定是還沒有調查 所以24小時就要通報 這個你有可能通報是錯誤的 比方說可能是性侵害 結果第一次的通報 24小時以內要通報 是寫成性騷擾 可是也可能是性騷擾 但是通報的時候是猥褻 這個無光後面 因為就是要通報 再來是學校要主 就是要先開信品委員會 開完之後才說要不要 體罰的話就是學校一樣要主調查小組 你知道我們碰過的校長會說 我來處理就好 這個老師我會給他看緊一點 可是這時候我們還要教育校長 就說校長台灣是有法治的 台灣是法治國家不是人治 你沒有辦法用你的權利 擔保這個老師的行為或勸說 不然我們要告你行政獨職 你的責任是一旦有被申訴 你就要主調查小組 然後校長也會說 那個考基委員會我只有一票 我又不能幹嘛 我們還要反過來跟他說沒有錯 它是委員會的表決 可是不代表你認為投票不會過 你就不去走 你還是該走的行政程序還是要走 所以那個制度要改變 它沒有辦法很快 但是這個會產生 就是說這個學校一旦有一個案子 而他們有依行政程序走過以後 對所有的學校都是一種學習 下次他們再來就很厲害 那以你說那個24小時的通報 等決定要主調查小組 然後調查事實出來以後 要補第二次的通報 所以第一次的通報到底怎麼樣 那個其實不重要 很多校長就會怕就不敢通報 所以要讓他知道說 因為都還沒有調查 你怎麼知道事實 那調查事實之後 就要再補第二次的通報 這是按性別平等教育法的 施行細則該走的 那你提的那個 我先補兩個 就是說有一個私立高中的老師 因為私立高中招生不容易嘛 所以你要在這個學校當老師 就要簽一份契約 就是我的小孩 一定要讀這個學校 那個是我高中嘛 我的小孩這個國中畢業 一定要留校 就是你是教職員 你的子女就是基本學生 可是有一個老師他的小孩 國中畢業以後 考上熊中 他小孩說我要去讀熊中 媽媽說你要留下來 小孩說我要讀熊中 那後來小孩輾轉得知 如果他沒有留下來 繼續升高中 可能會讓媽媽沒有工作 可是媽媽覺得他小孩比較重要 他寧可再找別的工作 那這件事情就投訴到我們這裡來 那後來我們是讓老師回來 原校任職 同時學校要補他薪水 為什麼 因為教師法保障他的工作權 更勝於學校的那個 自己開會議決的 所以法是有慰藉的 很多老師不知道 那這個是額外補的 因為這跟老師的權利是有關係的 還有就是 你說的那個受害者來講 我補三個我印象很深的 因為這個大概在外面也 你們也遇不到 比方有一個 我們去拉布條之後 有一個受害女生來找我們 她是惡神定焉拜數 也就是說她告性情她的老師 已經沒有機會翻身了 她為什麼會拜數 因為一來是沒有證據 提不出證據 就是說怕到 到決定出來是有一個時間的 證據沒了 另外呢 老師請的律師問他的問題 是讓他沒辦法回答的 就是說 老師是在學校的教室性情你 你有同學在外面 你可以喊救命啊 你為什麼不喊 我們也都認為對不對 比如說我今天跟他來找某個老師 我要還老師一本書 他在外面 如果老師性侵我 我說他在外面我可以喊對不對 我們的邏輯是對啊 他會拜數就是他打不出來 那 隔一段時間就是因為那要累積信任感嘛 聊啊聊 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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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在喝咖啡 他是回來看著 遠方 然後就對我比這樣 我覺得這動作是有意義的嘛 我說請問你剛剛那個動作是 他說我現在 第一次可以想到當下 第一個浮起來是老師的狐渣 因為老師把他推到那個牆角 親他 他說我那時候嚇到 想說這不是親密的伴侶朋友才會有嘛 他是老師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他不會叫耶 嚇到不會叫 這個跟神經反應是有關的 就是我們突然有焦慮緊張的時候 交感神經會興奮 心跳加速血要上升 腸胃蠕動會改變 所以交感神經興奮的結果是 葡萄糖燃燒的熱量 是因應交感神經的耗能 頭腦比較不會運作 是空白的 這很正常啊 然後呢 老師脫他褲子 甚至性侵的時候 他跟當下是脫離的 他整個人是跳到 我會被奸殺 所以他不會喊救命耶 他整個跳到的時候 啊 我會被奸殺 那我家裡人 可能找不到我的死體 我到底是會被灌泥漿 丟到大海 還是被莊香丟去那個荒郊野外 怎麼辦 因為這小孩 平常看那個玫瑰銅林眼啊什麼 藍色蜘蛛 網 所以他直接是跳到我會被奸殺 我家裡人找不到我死體 他不會反抗的 這是他敗訴的原因啊 那另外一個男生是一省 中部的一省敗訴之後 媽媽找到我們 二省的時候贏 也是啊 他是 他是國中三年被他小五小六的男導師性侵 我們處理的很多是男對男 又有女對男 又有女對女 他是男對男 長達三年 那為什麼會敗訴呢 因為 老師的律師也問他說 如果老師對你是性侵 為什麼你會勃起 這是很殘忍的問題耶 以後他搞不好都有勃起障礙 不是嗎 他需要被好好談過 這個叫正常生理反應 被觸摸本來就會勃起 緊張有時候也會勃起啊 他不見得是跟性欲有關 第二個問題他不能回答的是 如果長達三年 性侵你應該有創傷後的壓力症候群 為什麼你成績還這麼好 那個小孩都名列前茅 他也打不出來 第三個律師問的問題是 有一次老師去你家 你正在洗澡 你可以把自己鎖在浴室啊 你為什麼要出來 前面的我還可以理解 第三個我確實 我自己會覺得 對啊我今天就把自己鎖在浴室 這就是我們跟受過創傷的 不一樣的反應 那個孩子一審敗訴 是因為他都打不出來 也是在我們工作人員 陪一段時間以後 他才說 因為他知道 逃不過 就是那個律師這件事情 他說他聽到老師的聲音 他就好焦慮 怎麼辦怎麼辦 老師來了怎麼辦 就算我逃得了這一次 我逃不了下一次 他很焦慮喔 後來想說 那趕快讓老師發洩完 事情就過了 他的那個思維跟我們的反應 本來就不太一樣啊 那至於成績為什麼那麼好 他說他沒有事的時候 他很痛苦 所以他一定要有事做 他才會不痛苦 而且因為他是鄉下孩子 他知道他只有考上都市的高中 才有機會離開 鄉下離開那個老師 但是這個在法庭上是講不出來的 所以我們後來 要出庭以前會幫小孩做建設 包含讓他知道說 對方的律師在服務他的當事人 他領那個老師的錢啊 他當然要替老師爭取最好的判決嘛 不然小孩一上去就會覺得 奇怪不是我是受害嗎 怎麼好像都是我的問題 他們是需要被客觀 建立這樣的應訊態度 那至於你說那個受害 我會把那個補在前面是 很多時候自己的感覺是 片段的空白的 亂的 所以我們要學會一種 如果發生性侵 我們要知道對方也是緊張的 一不小心我們會有更大的傷害 甚至失去生命 然後呢 有把命留下來就是最好的 努力了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前面提的那些 重新詮釋爭吵觀 身體權 還有就是會忘記一些事情 片段的記憶 這都是很正常 然後至於為什麼沒有抗拒 或者性騷擾有沒有可能是舒服的 有啊 猥褻有沒有可能是舒服的 有啊 如果對方是很溫和的 不好意思 可以問一個接下來 對不起 就是說其實就是 因為我接觸到一個很實際的一個例子 其實就是像就是性騷擾 他還沒有到性情 可是性騷擾 那我覺得因為畢竟是大學生 那個是研究生 我接觸到那個學生是研究生 那畢竟研究生他就是已經到了 譬如說已經二十幾歲 所以當他開始老師對他 指導教授對他做性騷擾的行為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能 或者應該這樣講 我講比較仔細一點 其實學校後來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學校就會利用這樣子 一個他是成年人 然後會有一些情愛 情慾上面的一些想法 或是這些慾望 然後去問他說 其實有沒有可能 你就把這樣的一個情境 轉成說是兩親相約 對 所以導致學生他會覺得說 是不是其實他會混淆自己的想法 所以變成說那個整個性騷擾案件 好像導致在學校的操作之下 有可能他今天就不是一個性騷擾案件 那學生可能就會認為說 我只是跟這老師的愛戀之間不成功 對 可是等事後 譬如說當我們事後 聽到這樣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 他很明顯的是一個性騷擾案件 對 那我覺得在大學很常出現這種自主 因為他是成年人 所以很容易會有往那一邊去 不只大學 其實高中滿十六歲 就很容易被弄為合一行為 這個我可以補齁 那我先補一個說 如果用哲學的眼光來看 我們 我們今天所有的努力 我們人本所有的努力 一個就是 尊重學習有形的這個身體界限 另外一個是無形的感覺權 的被確認 這個基礎必須從校園解嚴開始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能隨便去 提罰一個孩子 不隨便去羞辱一個孩子 人要跳脫原來自己 狭愛的生命經驗是不容易的 所以永遠要保有一種 一種謙卑 就是我以為我懂 其實我可能只懂一點 就是說 如果對象是比我們小的 我們 我們不管是老師的 是爸爸媽媽 心裡要有這種準備 回到說 很多的高中生或大學生 其實他的感覺 身體權從小是沒有被建立的 所以很容易是混淆不清的 那我們再回到說 任何 就算是兩情相悅 不管是師生還是同儕 就算是兩情相悅 我也許剛開始容許你親我 容許你愛撫摸 可是當最後我 有拒絕 我不認同有進一步的時候 而對方繼續前進 這就是背離自主權 這個要被建立 還有就是 其實說實話 很多小孩 為什麼會覺得 這是不是我自己也有反應 我們要建立孩子的觀點是 情欲是本能 包含我們看也許是A片 會有反應 會有性欲 這都不叫做色 不叫變態 這都是基本生理反應 然後被撫摸 會有奇怪的感覺 甚至愉悅的感覺 緊張的感覺 說不清楚的感覺 這都是正常的生理反應 如果都沒有過經驗的話 那如果是師生 這還牽涉到倫理問題 就是他職業上的 是一個倫理問題 通常師生戀 要負最大責任的是老師 為什麼 我們不要說大學 國高中生來講 一個是 國高中生他沒有出社會 所以一個老師比較幽默一點 他在專業上比較厲害一點 就會 都會情鬥初開啊 總是師啊對不對 所以他會愛慕你 你是一個成熟的人 你本來就要知道說 這學生愛慕我 但是我有能力 讓這個學生也許保有那種愛慕 長大以後回頭 這是一個甜蜜的感覺 成長過程的一種 一種深色或者一種苦 可是就是他成長的過程而已 如果一個老師夠成熟 另外客觀來看就是 通常我都會跟學生說 如果因為我沒有諮詢 如果你愛上一個老師 你看到的是他在教室、校園 那你有看到他離開學校以後嗎 他在家裡在社會 那你現在還沒有出過社會 五年之後 你再看他還是這個樣子嗎 因為五年之後的你不是現在的樣子 就是客觀的訊息成為他思維的一部分 這比說教還有用 那一個老師真的愛一個 一個學生 他是不是起碼等學生比較大一點 那個是比較平等一點 有就是高中生很容易被設計為 合一性行為不只大學 而且很厲害的老鳥老師都知道 滿16歲 他可能會只是暗示的 然後他們還會銷毀證據 避免有被收證的機會 然後還留下對自己有利的 比方說性行之後 還會傳簡訊給你說還好嗎 什麼什麼 但是他留的話都是會 讓後面的人對起來看 好像是兩個人是有合一的 有些像我們處理的有些學生 老師問他說你還好嗎 學生就說謝謝老師的關心 那你說你是委員 你會說這個是拒絕的 看不出有拒絕 所以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你是告訴我時間到了嗎 沒有我不是要告訴你時間到了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我只能再開放一個問題 你立刻舉手 你們有用的嗎 以及我有一個問題要請教他們 因為 我先講好不好我很快 就是說 因為今天講了很多有關於校園的事情 那因為我自己的工作 我最近要接觸很多醫院的事情 所以就有一個很明顯的對比 是說在醫院裡面 有很明確的一個東西叫醫療倫理 但醫療倫理有很明確的守則 從古代古希臘留下來的那個 西波科拉比什麼 現在其實醫院都要有醫療倫理委員會 那如果你是醫學院 你要有研究倫理委員會 然後很多事情是有步驟 你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今天不會有醫生說 病人怎麼樣 交互頓跳 不可能嘛 對不對 那自主 自主就根本不用談的是 就是他們倫理手的第一條就是自主 病人自主 那在老師 或者校園的這個部分 他為什麼 聽時間音整個聽起來我覺得好像很含糊 就是好像我們都 我們有教育倫理這個東西嗎 在法律上有 因為我們很多實際第一線 這樣子很多人與人互動 努力爭取之後 最後就是要修法 然後讓制度不斷的 越來越完善 但是這個制度完善 背後的價值是不是沒有那麼明確 這是我對兩位學法律的朋友 想提出的問題 那我把時間交給你 謝謝 OK 這個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 剛剛談比較多都是會 辭職先生 然後為什麼 性侵有這種法規的東西的話 那我們系的例子的話 應該比較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比較想要問的是 辭職上溝通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在跟老師溝通的過程的時候 任課老師本人 如果不太願意親自跟學生溝通 然後反而都是用系主任當會傳聲通 那學生這邊有展現出誠意說是願意跟老師溝通的 像我就要講一個蠻有趣的例子 就是因為我自己的 雖然是學術興趣是政治思想史 所以我在跟老師溝通的時候 我就比較會用舉思想的例子 或是那個時候的歷史上的一些史實 來試著傳達我想要表達的概念 但是呢 反正說像我舉 如說 或是舉 張斯都沒有那時候的 英國的社會的狀況 反正我想要表達的是 如果今天所有學生都要服從老師的權威 那大學我們今天開放自由學風什麼的 或是說我們社會人文科系的話 這是我們的訓練應該要有表現出來的樣子嗎 是不是跟我們的精神是背持的呢 但是老師看到這些東西之後 他反而就是完全屏蔽 就是看到這類 就是舉哲學例子的郵件 他就拒絕溝通 然後之後就告訴大家說哲學沒有用 對不對 他屏蔽掉然後就說沒用 對 然後這種事情就發生在哲學旁邊的歷史系裡面 我就覺得這個很像不是 強調人文素養的教育應該要有的實質上的反應 所以我想要問的是 如果溝通不順暢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例子是可以促進溝通的這種方式 因為如果是 我們自己在解決自己的問題 也是要自己跟自己溝通 那今天如果要解決的問題是牽涉到另外一個人 那個就是有一個變數是在對方 所以我們也必須先同理他的感覺 揣摩他在那個位置的為難 鋪一些下台階 或一些讓他願意往前跨一步的可能 那另外一個比較 比較更 如果是我啦 我會記錄做大事記 發生什麼事幾月幾號 什麼時間 我發了什麼文件 或什麼信件給老師 老師回了我什麼 全部都有一個收集 一個記錄 一個對比 甚至 甚至如果老師從此就沒有下文 你也可以說 我後來做了什麼 老師的回應是什麼 我還在等 因為這個會變成一個比較明確的 到底是誰在逃 而他因何而逃 那我覺得系主任的位置 他不是只是當老師的傳聲筒 要讓他知道說 老師跟學生都是他需要幫忙照顧的 甚至我覺得 學生可以像你剛講的這些 這不是一個學校的光榮嗎 我們系的狀況是主任有 我們系的狀況是主任有很有心要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應該說是因為我們系跟我們學校法 它歸在行政人員的那些職權方面 主任真的就是 講直接一點真的就是公僕 就是為系上各位老師服務這樣 所以像主任他自己也會覺得有一點無能為力 就是既然老師態度表現是這樣子 那主任也不能很權威的把他加在身上說 我是主任是我命令你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對所以主任他自己有意識到他的角色 不只是一個傳聲 但是受限於老師的反應 他只能做這些事情這樣 那就讓他出來 所謂的出來就是兩面的對話要出來 公告於不是公告於事 起碼你們 我覺得那個過程就是 就是一種呈現了 那如果那個老師容許就是這樣 就是代表他的選擇是這樣 那補什麼 好 然後我是基金會的秘書 主要在台北辦公室 然後剛剛要我們補充的那個關於教室倫理的問題 我自己也有一點看法 剛才拿那個醫療倫理來講 醫療倫理背後的價值是在說 我作為一個專業人員 我後面是必須要保護病人的生命的 那基於這樣的價值 我必須要有某一些倫理上面的 不管是倫理上的介命 還是已經 就是已經設定好的判斷 哪些事情我絕對不能做 不然的話有可能會危及我病人的生命 那像是現在建構的 比較完全的律師的倫理也一樣 就是律師在法院不是一個 只是要幫我當事人贏而已 他必須要同時兼顧法院審判的公平性 他有一些不能做的事情 不能跨越的 比如說在我國的話 就不允許那個就是後酬制 那在我就是就比如說我贏了之後呢 我可以拿這個80%的錢走 好 這不允許的 那或者是我們也不允許就是律師 去講他明明知道不是的事情 他不能講一個非事實的東西 給法院聽 那這些都是 那他後面的建構的倫理那個背景是什麼 他必須要鞏固整個審判的公正性 那現在律師也慢慢的會比較朝向說 比較有這個 比較能夠把持他的職業倫理 那教師這裡就比較困難 就是說那教師要的是什麼呢 教師應該要能夠讓他的學生 不管在知識還是在能力 甚至在思想上有所提升 他教育的目的 OK 那另外反面來看就是 畢竟我們接觸到比較多的國小國中高中 他是一個大人對小孩 他們有天然的權力不對等 包括他的身份上面有權力不對等 不要利用這個權力不對等來造成傷害 但是他作為教師在面對孩子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倫理價值 但是這些倫理價值在我國他比較薄弱 就是他背後的這樣子很薄弱 畢竟他們是被打大的 這是一個事情 他們根本不相信這一套 這個其實可以回答剛剛很多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意識到 這是我的權利呢 因為除非他不斷的在成長過程中 被肯定這個權力在他身上 是沒有人能夠侵犯的 一旦他被打破 司法就必須要能夠救濟 能夠回復 甚至幫他能夠伸張 但是在國小的時候並不是這樣子 國小的時候如果他對老師有什麼不滿 他申訴上去之後 老師就會跟全班說 老師好可憐 老師平常教課這麼辛苦 然後對你這麼好 然後就是有某某某同學 這樣子實在是很不好之類的 那全班就開始攻擊他 那尤其現在老師 導師這個職務有時候掌握了班上的賴群組 老師會在賴群組裡面 對某某某同學某某某家長 就是發表他的難受 那所有的人都攻擊他 所以我剛才說到那個權利 就是倫理背後要鞏固的價值 在教師這一塊 其實他還沒有被完全的建構起來的時候 倫理觀念很難被建構起來 那教師倫理有沒有落成文字的呢 有其實包括 我記得教師會本身也有一個倫理守則 我不知道職業工會有沒有 我知道教師會有 但是這個倫理守則 它如果是一個不常被引用 那或者是說 像剛剛說的就是在程序裡面 沒辦法被實踐 甚至他背後的價值 比較年長的教師 他也還沒有非常能夠接受的 但是這個狀況之下呢 這個倫理就其實並沒有真的存有 不好意思我其實不太懂那個詞 但是好像應該是用醉油 可以啦可以啦 可以解決的一樣 沒有問題 OK 所以說要重新建立起那個價值 甚至在制度上面能夠伸張 那其實要走的路還很長 至少我們需要一代或兩代的人 都非常的 他的權力是能夠真正被尊重的狀況之下 那背後的價值才可以慢慢被建立起來 那不管醫學也好 不管是我們剛才說的司法上面 司法從業人類論理 大概都有這個狀況 那至於這制度要怎麼辦呢 這我們其實有很 我們自己基金會內 至少我跟我主管 就常常在這上面有不同的意見 我有時候接生事外 真的太生氣了 我想說這個也解聘 好 或者是我有時候會想說 這東西交給教評會 交給考基會 怎麼辦都辦不出來 現在問題就是這個嘛 OK 那 可是 我們有時候就是生氣完之後 我還是會在想 如果沒有機會讓 就是主管會跟我說 如果沒有機會讓老師自己去 好好把握自己的職業倫理 在這個制度裡面 利用這個制度 讓自己的職業倫理形成的話 那其實我們逼迫它 說不定會讓那個職業倫理形成的過程更長 有很大一部分我們的工作是在跟教師團體做溝通 在跟社會大眾做溝通 逝者重新建立起 為什麼我們認為教師試任 是需要有某些條件 或者是不是 碰到哪些條件 我們就認為他不是人 那那個事情 也是就在建立那個倫理觀 那那個倫理觀的建立起來之後 才有可能讓制度再往前進一些些 這個樣子 就是 老實說就是有強求不來 然後我再補一下那個24小時要通報的事情 24小時你知道有這件事 你不確定有這件事 但是你就是要通報了 就是24小時之間一定要通報 因為通報不代表什麼 它只是為了讓教育局那邊可以監督程序的進行而已 或者是社會局那邊可以開始啟動他的社工人員進來協助 這些都很重要 那我講一個很扯的例子 因為在上個月才發生的 那我就處理一個性評案件 去一個科大找他們的主祕 然後呢我就問他們主祕說 這個案子 因為十幾天前就已經 就已經那個 學校就知情了 我說這案子到底有沒有通報 然後他說 他就跟我說 不是要訂那個調查申請書 我才要通報嗎 我覺得超扯的 一個主祕 連這個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 然後他跟我說那個 這都是我們承辦人員告訴我的 那我會好好的請他要把這件事情學起來 那都是我們的不對 你能來教我們真的很好 反正就開始講一些 他們都很會你知道就是 就是趕快呼一呼別人把事情弄掉 那這件事情其實 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的教育部辦的那些研習 每個這些承辦人員要上的研習 主祕要去上的研習 一上就十幾個小時了 吃的又不錯了 那些研習 不知道在辦什麼 連這個最基本的東西 開宗民意就要告訴你 你知道任何心情性騷擾事情 二四小時你要通報誰 就是簡單說就是教育部嘛 就是社會局嘛 那就是如果嚴重的是性侵的案件 你知道通報警政單位嘛 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學校到目前為止 一個科大的阻密喔 都還可以裝傻 裝傻完還說 你真是遇到你真好 我學到了這些東西 我以後就可以好好的 這是屁話 不錯 哲午很久沒有聽到有講者用屁話做結 不錯 你有沒有要補充一下 下岸通報嗎 下岸通報 批發 因為一般都是下岸通報 下岸通報後接是兩天嗎 對 可是如果說到達額虐程度 如果你已經認為他達到額虐程度的話 那個通報就是額伏法的通報 四十八小時內 下岸通報是學校會跟教育局通報 對 下岸通報是學校會跟教育局通報 不是啊 下岸通報 我不是說那你找房間接你交嗎 那他之後的有責任是什麼 還是有責任啊 還是有責任 對 只是說我們要不要繼續追的責任 那我先講那個 要追嗎 當然要繼續追啊 當然要繼續追啊 我們當然就是 就是我覺得家長也要站出來繼續追 然後我覺得當然如果找我們的話 我們一定會繼續追這個部分責任 然後剛剛講到倫理那部分 因為我之前是律師啊 所以我有時候過來之後我會覺得 我自己也對於這件事情很奇妙 就是為什麼教師他對於自己 因為我覺得倫理實際 是建立這個專業的一個很重要的基本 對 我剛剛那個問題 背後就有一個說 你看大家那麼覺得 歷史那麼偉大 歷史那麼偉大 他到底是屬於勞工 還是屬於專門職業人員 那這當然會牽涉到說 如果他覺得他是勞工 他就主工會 工人的工 他如果是 就是專門職業基督人員的話 他就是工家的工 那他就是需要倫理守則 那當時候的就是一個抉擇 就是他們是就是認為自己是勞工 那我會覺得他們還是有一定的倫理守則 但是我會覺得一直沒有辦法貫徹的是 像目前像我剛剛講的體法要解聘 沒有東西是 所以沒有與之抗衡的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說 縱使我今天我是個家長 我今天要去申訴學校的事情 家長是沒有任何地位的 因為他就說 你來申訴好我處理 可是如果今天學校是決定不解聘 是決定不申戒不記過 家長是沒有一個 一個類似上述人的地位說 我對這個決定是不滿的 沒有任何這樣的地位 可是在法律上也很難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 在沒有任何法律是保障學生的權利的 所以我們其實這幾年 其實有一直在想說 關於學生權利這一塊 是應該立專法來保護他 不然學生權利是不可能 真的是被落實跟保障的 那我另外就是我講到 因為我覺得今天講得比較晚 我講到講一個就是我今天 就是剛剛等於是等於 補充了剛剛說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校剛剛談的一個申訴案 那在申訴案裡面 其實我們當然會 我們在談申訴案的時候 都會希望直接跟孩子有個對談 因為其實我覺得通過家長 我們沒辦法真正的了解 孩子在這件事情裡面 他真實的感受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最重視孩子 真實的感受 其實很多家長會忽略孩子的感受 可是我們就是要為他出這一口氣 我們是為了保障他的權利 我們怎麼可以越過他的感受 所以我們通常一定會跟孩子直接見面 然後跟家長討論說 那我們有什麼訴求 我們要達到什麼樣的 就重視是說好不解聘 那好 那你要策劃限職嘛 你不能再當導師 你要當客人老師 或者是你要轉版 就是訴求是要跟家長討論出來的 那今天校在跟孩子討論的時候 其實那個孩子遭受的遭遇蠻恐怖的 就是他只不過 就是他也沒有 他就是罰站的時候 老師叫他去罰站 他已經罰站一節課了 他罰站的時候他腳沒有動 他身體就這樣搖 老師就說你態度很不好 他就已經罰一節課 他回去做好的時候 老師說你態度很不好 你回去再給我罰站 小孩就看著他眼睛說 我為什麼要再罰站 他就坐下來 老師就說你給我去學務處 結果小孩就不肯嘛 他覺得我都已經罰站一節課 你要幹嘛 老師就把小孩拉 他們那個學校是不穿鞋子的 就是他們是拖鞋在外面 老師把他直接拉到教室外面 沒有讓他穿鞋喔 直接到樓梯口的時候 把他扛起來 走下去兩個樓層 一直走到學務處 然後是用壓制的 把他手都壓起來 壓到學務處去 那壓到學務處之後 交給聖教組長就走了 那小孩就講講講說 其實我覺得他在裡面 其實替他很心疼是 他描述起來就是非常平白之訊 而且有監視器 這案子其實有在處理 是因為有監視器有拍到 那到最後我就問小孩說 那你一定很胖 他說還好啦 我現在只是想要讓老師 受到懲處就好了這樣 我就覺得小孩太平靜了 然後後來我就問他說 那你猜猜看 老師為什麼會這樣做 那他一定曾經跟你一樣啊 一定曾經跟你一樣 是跟你一樣是五年級 跟你一樣就是 也會 法杖會在搖搖搖搖搖啊 他也會對老師感到不滿啊 那你猜老師為什麼 會變成現在這樣的人 那他想很久 我說他想不出 他說對啊 他說我相信老師一定 以前跟我一樣一定很調皮 我說對啊 那為什麼他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跟 我就說我有個猜想 我猜想是 他曾經也很有他自己的樣子 曾經也敢指示老師 反抗這個體制 可是有一天啊 當所有人都跟他講說 你就是 你就是壞孩子啊 你這樣就態度不好嘛 你一個毛巾沒有掛好 給我掛十次 那常常被羞辱 常常被罵 久久日等會痛的嘛 痛久了 我就必須要告訴自己 我要關閉我的感覺 關閉關閉久了 等他長大了 他也許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小孩就跟我講說 好像有可能耶 那我就說 對啊 所以我們要有感覺 要有感覺我們才不會 以後長大變成像這樣的大人 那小孩 我覺得小孩就知道 他就點點頭 那其實這也是 我們生出來處理中 我們最想要 給小孩的一些東西 就是 在這個 很多人不可能是用體罰羞辱 這個其實 這個社會很多大人 對小孩是很不友善的 那小孩其實 要長大真的還不容易 其實我們這樣一路長大 都知道還不容易的 那這種不容易其實 就是會希望 就是如果小孩一旦失去的感覺 我就會變成 這社會上很多其他 堅硬 那種心很堅硬很堅硬的大人 可是我們不需要小孩 變成這個樣子 那 我們不需要小孩長大之後 反而成為是那種 跟著 跟著 跟著那個 跟著人欺負人的人 我們需要小孩的那百有柔軟 他會看到弱勢 或想要幫忙 幫忙的人 所以 所以有時候 不管是堅持一條線 就是不體罰小孩 不露罵小孩之外 我覺得也要尊重小孩 就是慢慢尊重他的感覺 他自己心有把我感覺 他長大就會有感覺的人 對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 基金會最近 我覺得想要跟大家提的 就是我覺得 不只是我們基金會 可以做校園申訴 或這種處理校園申訴的工作 其實我們常常遇到很多申訴案 是我沒辦法處理的 是因為很多家長 其實不敢站出來支持小孩 因為人質嘛 小孩在學校 有可能是他自己面對老師 都嚇得要死 所以我們基金會 最近有個構想是 像就是利亞寫的書 姬婆的力量 就是如果任何一個人 知道學校 可能是同學 你的小孩的同學發生的事情 或隔壁班 誰誰誰發生的事情 我們只要願意拿起電話 打到學務處 打到教務處 打到校長室 跟他講說有這件事情發生 或者是我們看到新聞 上次國立戲曲學校那個事情 飛梯小孩事情 你們知道老師自己一個大過 沒有被解聘嗎 原因是因為 小孩沒去驗傷 沒有傷 可是我們沒辦法接受這個結果 可是學校就會覺得 你又不是家長 你來申訴什麼 可是如果很多人 教育本來就是公眾的事情 很多人打電話去學校 關心這件事情 就會讓這個老師 這就是學校有收斂 讓老師有收斂 可能小孩處境就會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現在基金會一直在想說 除了我們自己 從事這樣的申訴案之外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做一個雞婆人 然後一起保護我們的小孩 保有 讓我們小孩至少 到長大了還保有說 那種感覺 就是我知道 我傷心會難過 然後我開心會 我開心會笑的感覺 好 那 最後一個了 抱歉 最後一個 我先打斷一下 我先打斷一下 之所以說最後一個是因為 我們禮拜五晚上 這裡我們通常都可以待得比較晚 就是樓上可以讓我們 他們先走 但是我們這裡可以待到大概半夜左右 所以呢其實結束之後 大家有問題的都還可以過來再問他們 所以呢 你就講最後一件事 然後我們就結束 因為我等一下要先走 要趕高鐵 不是說可以讓大家過來再問的嗎 這兩個 這兩個 好 我要補一個回到 我們剛剛講的是 好像外圍 那我們基金會的努力 還涵瓜 我自己個人 有一個理想是 現在性侵學生 已經有體制 機制可以解決 那教評會跟考級委員會 他的組織能不能有改變 這是我們我覺得 我們還要努力的 那我剛剛說回到我們看自己 就是 其實不管是當老師 當爸爸媽媽也好 我覺得我們當大人 要敏感一點 比方說 以聯絡部來講 你是老師 尤其是國中校 你在寫這個小孩的行為 要不要問一問自己 你為什麼要寫 你是期待這個家長被羞辱 還是這個小孩回去被修理 那如果你今天 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你都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小孩 那爸爸媽媽 只要有金子卵子 就可以成為父母 他真的會比你解決的還好嗎 當老師的能不能有這種敏感 我以前當老師 沒有我的學生被寄過警告 被寄過任何一隻小狗 所有的事情都到我這裡就沒了 就是我會想還可以幹嘛 還可以幹嘛 還可以幹嘛 那回到說 那當家長的 當你收到聯絡部上 通通的行李小孩怎麼樣怎麼樣 你要不要先想一想 我現在是 是要來協助我的孩子 還是我要管教我的小孩 來應付老師 給老師看 我要對老師有交代 就是說親私的合作是要 培育將來的公民 還是聯手毀滅 貶屬我們將來的公民 還有就是 一代不如一代本來就是錯的 因為沒有任何兩個世代是可以複製 所以我們能不能也開放多一點感覺 眼光順著孩子 看他在想什麼 我們跟著他再長一次 因為這些是將來的公民 而我們身上已經受服了過去那麼多的捆綁 所以我們自己在成長過程 不要那麼理所當然 是不是保有一種質疑 一種敏感 然後願意在這件事再做一點什麼 跟原來不一樣的 就是解決問題就是創意 那從這裡開始 我們其實會點點滴滴累積 然後不要害怕跟別人不一樣 我以前當老師 就常被校長主任找去講話 然後就 其實心裡很想罵人 就想 這麼好的老師 你都不懂得真心 頭腦在想什麼 可是這件事又親切到溝通 除非我當董事長 我當校長 所以我只能說 我想的我透過跟這個主管的對話 我就是在影響他 這就是改革 這就是公民運動 不是嗎 然後如果一個政策下來 帶著孩子五分鐘十分鐘來討論 不要認為從第一分鐘上到最後一分鐘 那個都是騙人的啦 可是你寧可花五分鐘 跟小孩一起論述一個事情 這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教育者的專業展現 那當爸爸媽媽也是這樣學 我說不要拿太好 就回到我們自己 從我們自己開始 抱歉 我會留下來 沒有啦 今天非常謝謝立揚老師 還有幾位講者 那我們就活動先到這裡結束 那個書的版權全部捐給人本 因為之所以我會寫 所有處理申訴案 我是最有空的 他們真的太滿了 你們很難想像 那那個一本三版 兩本五版 你現在這樣怎樣 你等一下也要讓人家來簽名嗎 來不及簽名 我不重要啦 我不重要 可是買回去看 甚至送人 有家長會長送給學校老師 有退休老師送給教育局 因為裡面就是都是案子 謝謝 我要感知了 好 謝謝 那我們就正式的活動 就先到這裡結束 那之後想留下來 再跟另外兩位人本的夥伴 問問題或討論的 大家可以繼續留下來 拜拜